今天是2022年的11月18号星期五 说几个事 港服PSN黑五促销 除了游戏促销 最关键的是会员也促销 打七五折 这个会员促销一年可能就这么一次 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来到商城首页 就能看见这个 Black Friday黑五低至二五折 它这个低至二五折是指的是游戏 首先进入这个 这是黑五的主页 黑五促销时间截止日期是11月28号 十天的时间 拉到最下面 会员优惠七五折 一二三档会员全部都优惠 或者我们来到这个会员主页 也可以看到 在下面就有一个续费 我现在是升级会员 也就是二档会员 升级到高级会员 也是享受折扣的 我也可以再买一年 你们那看到的可能和我不一样 如果你们还不是会员 这应该有三档 基础升级和高级 分别对应的是一二三档会员 我先跟你说一下它的原价 我们用这个看 如果你手上没有PS5或者PS4 在网页上也是可以的 高级就是三档会员 它的12个月 一年的价格是599港币 二档会员 12个月的原价是515港币 基础会员 就是一档会员 原价一年是308港币 因为我是老用户 现在是打75折 这75折的意思就是砍掉了25% 308乘以0.75 是231港币 对应的是211人民币 原价515乘以0.75是386港币 现在只需要352人民币 但是如果你要是原价蓄的话 或者原价买的话是470人民币 但是我记得今年年中6月份 我买这个二档会员的时候 好像花了410多人民币 由于汇率原价涨到将近50左右人民币 所以说现在买会员还是比较值的 然后再看看高级会员 原价599打75折是449 转换成当前的人民币是410 410也是不错的 我们切回来 如果我从二档会员升级到三档会员 这个184天只需要31.92港币 那还是挺值的 那下面说一下 这三档会员有什么区别 按方块键功能对比 或者这样对比不是很明显 我们再往下拉 我们看这个页面 一档会员包括了 1 2 3 4 5 6 7 包含了7个 二档会员多了一个 三档会员多了两个 就是这么一个区别 按说一档会员是很值的 但是不如二档会员值 为新手同学简单的过一遍 云存储就是玩游戏的存档 我们除了在本机存储 也可以在云端自动存储 这是自动的 这个游戏帮助我没用过 这个在线多人游玩 就是连击对战 大部分的游戏都需要这个会员 才可以玩 就是一档会员就可以玩 游戏是否需要这个功能 会员功能 具体看游戏的说明 有没有这个标志 叫在线多人游玩 如果有这个标志 它的联机联网模式 是需要一档会员的 专属组合包 好像没用过 独家折扣 好像也没用过 每月游戏 这个比较重要 一档会员 每月送三四款游戏 PS4和PS5的 直接入库 只要是会员就能玩 会员过期就不能玩了 精选集是PS5的 PS4我不知道有没有 应该没有 PS5能玩 战神 随后双关者 有很多大作 有15款 都是PS4游戏 很值 这也是只有会员才可以玩 会员到期就不能玩了 游戏目录指的就是二档库 二档库说是一年有几百款游戏 有什么蜘蛛侠 对马倒之魂 有这个死亡循环 还有大量的刺客信条 如龙系列有很多都在二档会员 还有最终幻想 还有这个猫 迷失 还有漫威 还有几个网球 以前还有大表哥和NBA2K22 很多很多 每月都有新游戏进来 包括这个月有劳滚舞 一会再说劳滚舞的问题 那我现在拥有这么多都打勾了 这三档会员有这俩 一个是经典目录 这个经典目录是一些老游戏 经典游戏的缝制复刻 但是我感觉不是很值 但是现在我觉得 花个31港币能升过来 可以解锁游玩一下 还是没问题的 最后这个游戏试玩 那就是试玩一些新游戏 好像能玩三五个小时 对于新手同学 特别是二档会员 对新手同学是很有必要的 可以率先尝试一下 PS平台的游戏 有很多经典的大作 好 会员说完了 我再说一下劳滚舞的事 11月份的二档游戏库 我一直没做视频 是因为索尼最近我估计很忙 它这个劳滚舞不能下载 比如我们现在点击一下 就出现这么一个问题 今天我一看 索尼给修复了 我们切换到游戏 第一个就是劳滚舞 它有PS4版也有PS5版 原价310港币 我还没下 据说这个画面不怎么好 果然是不怎么好 据说有60帧 很有名 是一个美式的RPG游戏 二档库和一档库不一样 虽然说都是下载之后能玩 会员到期不能玩 但是一档会员领取的游戏基本上不会跑 你什么时候以后再续个会员又能玩 但是这个二档库就不一样了 二档库是一个水池的 这些游戏随时都有可能会走